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众来观战一把小马哥的邦邦 前锋空军,然后拥兵先知,狩猎本能带放狗 放狗邦邦,这么有创意吗? 这个放狗邦邦,应该是带一个底牌吧 甚至可能底牌挽留,不过现在帮帮带挽留一半一半吧 第一个点,这边炸弹封一下走位,空军交枪好的 这样的话,等炸弹结束以后,往前面的窗口走 这里炸弹的话,应该是,哎呀,刚想说应该是能连到一下,再连,没连到 因为这个炸弹被挡住,它本来的话,这个炸弹封口的话,空军这边翻应该还是要翻的 但是呢,它可以吃到一次炸弹的一个伤害,这边的话,这个炸弹应该是封住的 刚才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封口的,但是一颗炸弹被卡住了 那这让它前期的一个击倒节奏要慢好多,因为先知还有只鸟 追一刀吧 看有没有带风窗,没有带风窗 没有带风窗,那这个天赋还真有可能是 放狗,拿我去,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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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放狗 放狗帮帮怎么玩,我也是很少能见到 它这边应该是找机会,一颗炸弹加一刀 但是先知的话,你这边一颗炸弹,把这个狗给 那个打掉以后,这边可能鸟就给上了 我需要帮助,快来,好,这边来看 一颗炸弹,鸟先给上 这个鸟给的稍微的有点早 其实它是可以等到就是这边的那个空军吃到炸弹的伤害以后再给 但有可能就是这边的一个看的时间点要结束了 所以说这边没办法了,只能是把这鸟套上了 要不然的话,等于是这只鸟就套不上了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傭兵的话这个位置过来,狗是已经没有了 所以说这边不存在说放狗来拦住这傭兵,卡一个过半 这边的话上来抓的是一个空军 这个屁股还是比较铁的 两颗炸弹往里丢,里面没有人 连炸弹,能连到吗这边 这颗炸弹没连上,这颗炸弹连上的话应该是能炸一下的 这边这波过来的话 有没有机会打一个双脑,打个双脑的话帮忙平局是稳的 打,没能成功,没能打出一个震慑 他如果说想打一个双倒 其实刚才应该是丢炸弹会更好一点 就是这刀不出嘛,继续丢炸弹 但是他刚才那个样子看上去是想凭借炸弹的伤害 然后配合着震慑,直接把这游民给秒了,然后救不下来 那这样的话就可能就直接赢了 还行嘛,看这波能不能通缉到 看到前锋了,看到前锋这边炸弹连一手 再补三角炸弹 这边的话其实可以丢两颗炸弹把这个口子给封了 对,然后把人牵起来 前锋这边的话应该是撞救了 撞救是最稳的,撞救是最稳,撞救是最稳 撞救保平真胜的 但如果说想要卡半救,万一你被通缉到了 还好,通缉到了一个先知 但前锋的位置也是知道的 这边可能会站在一个比较开阔的位置来放狗 比较开阔的位置来放狗 这边来排 好的,找到了前锋 那还不好说 前锋这边要撞邦邦 邦邦直接取消掉 对,知道你要来抓我 炸我,不是知道你要来抓我 我这边,我炸你 但是还是把人救下来 救下来的话这波前锋不亏 前锋不亏 相当于一波撞救吧,差不多的 就是自己多吃了一些伤害 但是这个屁股多做了一会儿 空军拉到一个死角,外面傭兵 最后台机百分之六十多 这边的话前锋还有一点点球想保 保不动呢 再来,回升,过来 这波球就要完 那密码机待会那边可能直接点亮了 这个位置好像已经切成传送了 已经切成传送了 密码机点亮,三人站开门站 留下这个前锋保平板 我们看下地窖在哪里 地窖的话在墓地 你还别说 这是个传送 邦邦的话,你还别说 呦,前锋的小走位 nice啊 前锋的走位已经很细了 夹缝中求生存 夹缝中求生存 遥控雷,补一波没炸到 那这样的话前锋有一个声位往前顶 呃,他想玩这块板子吗 看一下前锋 这边的话,玩板子是玩不出来的呀 他得往前走 刚才其实那波加速往前走 会不会更好一点 地窖不在这边啊 地窖在墓地 地窖在墓地的话 小马哥这边的话 两连炸弹先炸一手A刀 好的,可以了,平局 呃,前期的一个抓人节奏慢了一点 然后防守没打出节奏嘛 平局也差不多 求生存这边的话 如果地窖在小门的话 那确实还有机会三跑 改正视频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